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凶途在该案的同时 还通过面部直播整个杀人过程 这段恐怖的视频在直播了长达17分钟之后才被制止 但是在这过程中已经遭到了大量的复制和转发 面部在过后删除了多达150万个相关的视频 是对于社交媒体被用来散播暴力和煽动性内容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就质问 为什么枪手能够直播杀戮 他也呼吁了全球站在同一阵线 集体对抗这个问题 新西兰五个国有投资基金也表示 将会运用他们的影响力 要求面部 谷歌 还有推特等不同的社交媒体 平台要采取行动 防止用户上传和分享恐怖主义内容 虽然有人是试图来散播网络仇恨 但也有许多人是选择在网络上分享爱和关怀 是 其实在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了以后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网友 也纷纷地在社交媒体上悼念遇难者 为新西兰加油打起 那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奥克兰北部 奥克兰北部的一所学校发表在YouTube上的一段航拍短片 那么这个教职员和学生在草草上排到了Tia Kaha的一些字样 那么当中也看到了中间有一个爱心 是 其实Tia Kaha在新西兰的毛鲤语当中 意思就是Stay Strong 坚持下去 是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幅画 那么这幅画就是出自于澳大利亚的插画家 这看到的就是一头五尾熊正在安慰一只 鸡尾鸟 也就是Kiwi Bird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吗 五尾熊就是澳大利亚的国宝 而鸡尾鸟呢 则是新西兰的国鸟 最佛象征着澳大利亚慰问邻国新西兰的温馨插画 很快地就在互联网上保卫流传 是 我们来看到另外这是来自印度 那么另一度的这个沙雕师 史丹桑在当地的沙滩上呢 就为新西兰恐怖袭击的遇难者 创作了这一件沙雕作品 仔细看一看这个沙雕 其实可以看得到呢 它对于这个世界所发出的信息 就是要终结恐怖主义 是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表 那它的设计灵感呢 就是来自新西兰的国家标志 银爵 也就是Severphone 那么作者呢就是本地的设计师 李嘉宏 好 我们接下来仔细地看一看这张图 其实可以看到呢 银爵的叶片是一个一个 正在低头祈祷的人 而且呢只看得到剪影 谈不出身份 象征着大家不分种族和宗教 这个李嘉宏呢 在面部上也表示了 如果说恐怖袭击 可以发生在和平的新西兰 那么也有可能发生在任何的地方 尤其是呢 拥有多元宗教的新加坡 说的没错 面对恐怖主义威胁 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惕 居然思维 而且希望这样子的惨案 不要再重演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呢 社交媒体上最近在热些什么吧 我们在网络上 常常会流行一些所谓的挑战 那这些当中有些人会觉得 有的很无聊 有的很疯狂 甚至有的很危险 但是最近兴起了一个呢 倒是相当有意义的挑战 它叫做Trash Tag Challenge 捡垃圾挑战 我们来看看 这个挑战的方法呢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先找一个肮脏的公共场所 然后呢拍下一张照片 那么接下来呢 把这里的地方呢 的垃圾所有都把它清掉 最后呢再拍张照片 在前后对比之后呢 把这些照片呢 分享到这个网上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 附上Hashtag Trash Tag 就可以了 是 我们要讲一下 这个捡垃圾挑战 其实它在2015年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记得 当时已经出现了 可是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那一直到最近呢 有名美国人 他叫做罗曼 他发布了一则贴文 居然呢 引发了这股热潮 是 他在这个贴文当中就写到了 这是为所有感觉到 无聊的青少年 所提出的一个挑战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里头呢 还可以看到这一名男子呢 一共呢 捡了九大袋的垃圾 最后呢 让这个地方焕然一新 是 这个罗曼 其实就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挑战 来鼓励年轻人 善家的利用时间 同时也为环保尽力 而目前这个贴文呢 已经累积了超过十万人点赞 还有三十三万人进行了转发 我们也来看看呢 这个网友的挑战成果吧 请看 其实在本地是有很多类似的活动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多的环保组织会定期的举办一些清理垃圾活动 来加强公众对于塑料废物啊 环境污染 还有基本的环保意识 但是最近有一个叫做 Trash Hero Singapore的环保组织呢 就在一次的清理行动当中 收集了高达八百五十四公斤的垃圾 大家愿不愿意接受挑战 一起做一个捡垃圾的英雄呢 大家不妨来考虑 在这个空闲的时候 多多参加这些活动 一起为环保 尤其是保护我们的地球尽一分力 其实这个环保 它所包含的层面非常的多 没错 那今天呢 就是世界水日 公用事业局也主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这当中呢 就包括了在滨海堤坝的野间嘉年华 而这个时候呢 马上把时间交给那里的庆凯 是的 谢谢主持人 那么夜间嘉年华现场的气氛 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闹沸腾了 参与的观众也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看到 身后的这个标志性建筑物 也陆陆续续亮起了蓝灯 我们马上有起公用事业局 三批网络署副署长邓丽荣 进一步为我们解释介绍 你好丽荣 你好 是为什么今年又会再次的 这个邀请地标建筑 亮起蓝灯呢 我们自2014年开始 举办这个亮灯的活动 然后这些建筑呢 都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 亮起蓝灯呢 因为今天是世界水日 就表示他们对这个 省水运动的支持 也愿意呢 为这个省水尽一份力 今年我们有大概三十个建筑和桥梁 将会亮起蓝灯 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除了滨海湾这里的建筑之外呢 我们邻里的一些公园呢 还有购物商场也会亮起蓝灯 那蓝色呢 是水的颜色 而水呢 则是所有生命的源头 所以我们举办这个亮灯活动的 最大的意义呢 就是在于传达 珍稀用水 善用美滴水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今年的这个嘉年华呢 究竟有什么样精彩的活动 来提高国人省水的意识的重要性 那今晚这个嘉年华的主题是 Go Blue for SG 也就是以蓝色为主题的一个运动 所以鼓励的公众 今天都穿上这个蓝色的服饰 以行动来表示 支持我们这个省水运动 然后今天是我们共用事业局 第一次主办这样的夜间嘉年华 然后用意呢 当然也是在提醒公众 这个水的这个珍贵性 然后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在一楼的这个地方 公众可以到这个电脑厅呢 学习一些有关省水的方式 然后通过这个电脑呢 完成一个这个省水的承诺 有就是E-Pledge 从今天开始努力做一个省水的达人 我们的活力水 Water Wallet呢 当然也会亮相和小朋友们 以及大人民见面 然后刚才七点多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小景演唱会已经开始了 等会八点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烟花表演 到时候大家也会看到一些蓝色的 这个烟花呢 在夜间绽放 当然在所有玩乐之余呢 我们还是想不忘的再次的强调 我们主办这些活动背后的用意呢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 滴水皆珍贵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养成省水的好习惯 同时也要时刻提醒 身边的人也这么做 哇 现场的这个活动 真的非常精彩 那么谢谢丽蓉的介绍 讲到演唱会我们马上欢迎 即将登场的本地歌手 董姿燕 你好 姿燕好漂亮 一身蓝色符合主题哦 对 那今天呢 为了今天的这个省水日呢 就是带来一些跟新加坡有关的一个下雨的一些歌曲 嗯 是 等一下会准备什么样的歌曲 关于下雨的歌曲有哪些啊 就比如说 雨下了走好路 嗯 还有就是天黑黑 呃 等等 都听了非常经典 应该会让人家听出耳油 那么 姿燕你平时有没有一些省水的好习惯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呃 因为我个人比较懒惰 所以我们在家里就装了一个洗碗机 那既省力又省水 那当然很多人也是喜欢在浴室里面唱歌嘛 可是呢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把水关掉 所以你唱歌的时候就不会浪费那个水源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很好奇 艺人朋友应该冲凉非常久 我姿燕有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老实说以前会 因为其实冲凉是一个很好解压的一个方式 不过近年来就真的意识到说 我们的水源 这个水资源其实是非常珍贵 所以会刻意的就是提醒自己 一定要把水源关掉 不要浪费 是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国的水资源非常的有限 你觉得让大家提高这样子的意识 打造省水的文化的重要性 究竟在哪里呢 我觉得重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全民能够努力的去省水 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自足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可以减少对于他人供水的一种依赖 因为资源常常也到外国去表演啊 做节目 有没有发现出到国外才反而觉得 在本地的一些水资源的 不管是供应也好 清洁度也好 都特别的珍惜会吗 当然 因为我去到很多 可能比较落后的一些国家拍摄 那里呢 除了瓶装水 基本上都其实不能实用的 甚至是冲凉的时候 你开水一出来 那水是黄黄色的 你就会想起说家里 原来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水资源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没有好好地去珍惜 是 那么今天谢谢自愿的分享 希望你等一下表演成功 谢谢 是的 谢谢 那么其实这个Go Blue for SG夜间冻 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呢 将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十点 那么稍后精彩的这个璀璨烟火 也会在晚上八点二十分上演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一带观赏 现在把时间交为给棚内的主持人 是 节约用水呢 人人有则 我们谢谢庆凯现场为我们带来的连线 好 接下来来看看 今天晚上的前线追踪 有哪些精彩内容 好 我们看到了 就是大巴窑的美容理发一条街 这个业者生意怎么做呢 雪糕店 咖啡座和手工艺品工作房 进驻成熟的老区 如何让大巴窑和劳民达改头换面 锁定今天晚上八点半前线追踪 也欢迎你浏览了巴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实事的面部 来看看这一集的 这个星期的网络视频 好 节目结束之前 也再带您去欣赏一下 滨海堤坝江年华的现场画面 时程有约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再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